接下来我们就要制造氧气 所谓气体的自备 我们在课本上教了制造氧跟制造二氧化碳 第一件事情就是要了解 我到底用什么东西去自备它 什么方法去收集它 在这些实验都有实验的注意事项 要请你记住 那两个实验基本上是一样的 所以注意事项也是一样的 好来 第一个做氧的方法 就是我们就用装置 国中生做气体 都是瓶子里面有一个部体 上面倒一个液体 然后产生一个气体 我现在产生的是氧气 你要知道里面放什么部体 倒什么液体 我倒的叫做双氧水 放的底下叫做二氧化碳 产生的经理叫氧气 方程式写这样 你现在已经学过了 知道我的二氧化碳写在箭头的上面代表什么意思 催化器 它是催化器 它不是反应物 不是反应物 不是由它去产生氧 产生氧的是我们的双氧水 二氧化碳是一张催化器 然后产生氧跟水 所以装置如图 然后倒下去产生了气体 看图就知道什么方法收集 海水集气法收集 海水集气法收集 OK 倒个液体装氧水 后一个部体二氧化碳 产生一个气体 氧气 这个气体氧气 就是我们的装置 然后实验的方程式 然后因为它难融于水 我们所以用海水集气把它收集 然后呢 因为它比空气重 所以收集完之后 剥离 剥片盖成 然后呢 正立的放在桌面上 它会往下沉 然后最后我们下沉 白好 收集好 那么二氧化碳 我们刚刚讲过 是当催化剂 当初在教催化剂的时候 我跟各位讲过 要知道催化剂有做什么 没做什么 能做什么 不能够做什么 催化剂有参加化学反应 没有改变自己 所以原来放五公克二氧化碳 实验做完 二氧化碳还是五公克 质量没有改变 它只是改变反应的快慢而已 它加快反应的进去 所以注意这里 二氧化碳是让它有催化剂 OK 那么这个实验的注意事项 用海水集气把它收集 所以刚才已经跟各位提示过 海水集气把它要注意的事情 什么一开始的气体不要收集啊 产生太快将导卵从水中拔出啊 刚刚讲过 那么就是刚才到速过的时候 你要注意的事情啊 你要是一样 那还这里还多了一件事 叫做 就是这个季头漏斗 还有一个长长的管子要尽量接近底部 为什么避免气体溢出 然后我们跟各位讲过 里面放一点水 然后呢 管子插下去 那个水会跑进去一点点 然后我们跟各位讲过 你可能水面的高度 可以知道你的气体会产生太快 这是当初跟你讲过的事吗 对不对 所以 另外一个注意事项 这个气头漏斗 场景要落入水中 尽量接近底部 原因 气体溢出 跃距溢出 OK 我们还有什么方法可以产生氧气 生物老师有教 理化老师在后面有教过 帮我做的 帮我做的很好 帮我做的 来 我们第一个 我们的考试考过的这一题 基测考过的这一题 氧化孔 照光 受热分解 产生氧跟孔 这是基测考过的 基测考过的这一题 OK 电解水是我们 未来要教到的 我们前面提示过的 产生氧的反应提示过的 电解水的正极产物 正极产物 这个提示过的 还有这你们刚才讲的 生物老师教什么 光合作用 光合作用会产生氧气 这都是会产生氧的反应 这都是会产生氧气的反应 那我说过了 这些东西都整理在我各位的 总整理的讲义里面 你去看 就可以把一次都全部看到 哪些反应会产生氧 你就把它背起来就可以了 就是我们介绍 我们氧气的制备 可以吗 可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